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他好像应该已经松口了 或者是说甚至已经做了一些心理准备了 但是后来看到说大家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共识 那当然这样的这个努力就作罢 因为我们当然也不希望在党内再引起其他的一个纷扰 或者引起其他的联想 我觉得已经到礼拜五了 今天是最后的登记的一天 能够有一个让大家松一口气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在目前来看可能就是最好的结果 另外一个政治焦点则是蔡柯惠在昨天落幕了 但是整个过程双方互动非常冷 甚至可以说是零交集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绿尾都看在眼里 但是赵天龄有不同的看法 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觉得气氛再冷都不会比这个我们败选还要冷 就是高雄一向很炎热到现在还是很热 可是我们是第一线感受到这个寒流的冲击 民意的冲击 那我们在那里其实输了大选 那我们很多的议员也落选 所以呢在那个情况下 在我来讲才是最冷的 所以我觉得为了2020年 我们的理念不至于这个不再有执政的机会去实现 我觉得任何的委屈 任何的球权 我都会给予最大的空间 所以昨天大家当然有感受到气氛比较冷 或者觉得柯市长可不可以态度再谦逊一点 不要给这个小英穿那么多小鞋 不要给他吃那么多牌头 我都知道 但是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比不上这个败选 让我们失去了执政实现理念的机会来得冷 所以我都会愿意给予蔡总统 在做这样的一个拜访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空间 你相信看 赵天龄表示为了2020 其实这样的一个小鞋或是碰壁 或者是挫折 他都可以忍 他也认为现在白绿这一次没有办法合作 但不代表从此就此破局 他认为民进党现在仍然必须要跟白色力量合作 甚至是民进党也需要白色力量来助他们一臂之力